潮湿回南天抽湿踏入回南天 本港连日来相对度达95% 今日5日更高达100% 天气潮湿 墙深 地板顺水 不 人也出动抽湿机去除湿气 把抽湿机放在墙边 做法超错 有医生指 这样反令抽湿效果变差 税可以开抽湿机吗 他叫使用抽湿机的五大贴士 防过度潮湿而引致头痛 湿疹复发 皮肤痕痒等部症状 注册中医师张玉山 接受星岛头条访问时 春季湿气重 肝气旺盛 加上精气温变化大 亦发胃胀 腹痛腹泻等肠胃病 亦容易情绪波动 亦困疲累 头晕头痛 本港天文台预测 今日5日相对度最高为100% 本周连续数日有几阵雨 九天天气概况下 外科医生江坤俊在中表示 使用抽湿机也有绝 甚至连摆放位置也有讲究 他将五大正确使用湿机的方法 有助增强抽湿效果 抽湿机正确时 方法一 抽湿机物放在墙边 应放在家中正中央抽 机正确使用方法二 抽湿机湿度设定为60-65% 抽湿机 确使用方法三 睡觉时不开抽湿机原因 睡觉期间 时间抽湿会把皮肤表面水分抽走 另面部皮肤裂 抽湿机正确使用方法四 开抽湿机时要关闭门 抽湿机正确使用方法五 定时清理抽到的积水天 潮湿容易引发湿疹 根据本港生署资料 一旦现失诊症状 可以如何还 本港生署交五大访 从洗澡时间 水温 衣服的材质等方面入手 以防 诊发作 资料来源 相关文章 星岛 肃王一周年生日送大礼 正举行问卷调查 参加 有机会获得足金串市 Rasonic电饭包 英皇电影里劝集 填超市现金券 点击答问题赢大奖 星岛申诉王 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承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 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帝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留 区区有申诉活动专页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超市民投稿的情愿 并否定 平坏 SCH稜 yar